这是在比弗利山庄旁边 贝尔艾尔很漂亮的一个 现在价值5000万左右的房子 今天在这里呢 傅雪里博士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现在都很累 弹钢琴 错 大部分人现在都是电脑 喜欢做这个动作 圆间在抬头看着前面打电脑 这是最伤你的脖子的颈椎 如果这样子 它是最伤你的脖子 它会伤到你的颈椎和胸椎 因为当每一个人的头 正正地放在头上的时候 它的重量只有10磅15磅 但是随着这个角度 的偏移 头的重量可以到50磅 它的负荷就非常重 所以很多人现在因为看电脑和手机 都是长期有颈尖的问题 那么今天在这里就教大家一个坐着 也可以立刻改变你颈尖的好方法 怎么做呢 你就坐着两个手交叉 握在两侧 扭住 然后右侧下巴对着肩这样领住 然后开始开脚 你会感觉到你的脖子被拉得很紧 一定要感觉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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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对向用力的力量 扭紧 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然后放松再来一次拉开 一定要用力 放松一下 再一次拉到极限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 放松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 耸肩 放松 耸肩 放松 大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脖子的缓解 另外还有一种朋友 它最严重的是肩胛骨的内侧源 有酸痛 这个很难把它拉伸 但是你看我做两个动作 可以立刻帮助缓解肩胛骨内侧源的疼痛 怎么做呢 两个手交叉 然后往前顶 背往后顶 肩胛骨往后顶 一二三 出气的时候用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哎 这是一个 你能感觉到那里有动作 那么第二个怎么做呢 你要看着 你是这样 还是一样做好 这边 这边扣住 然后 这一次 你要埋头 把你的上颈 胸椎的位置拱出来 然后开始两个手分开分开分开 很好 你就感觉到肩胛骨中间被拉开了 菱形肌得到了拉伸 记住 埋头拱出去 用背往外顶 继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放松 再来一次 一二 拿到极限位 八九 六七八九十 松开 这两个动作都是专门针对你的肩胛骨内侧源的酸痛的 傅学里博士在美国洛杉矶贝尔Air最漂亮的地方 接下来